主席麻烦你才是 我要在一个礼拜看到完整所有原住民行政局的业务事项 他可以协助市府做什么防疫工作的完整资料 不是只有这样子一张 拜托谢谢 上周新北市议员直询大动肝火 就是因为受到不少族人陈情 居家隔离后求助无门 而隔壁的桃源市甚至有一家九口确诊 经济状况跟生活空间出了问题 经议员协调才有卫生单位协助 确诊数攀升后的大乱象 不断在社会各角落上演 尤其快筛事剂的供应量能也在立法院掀起讨论 就怕出现确诊黑数 真正前呼吁开放更多快筛进口商 但如何解决眼前国内快筛量能不足 立委文婉宇认为 目前境外移入确诊小于本土 建议放松国内控管 把火力集中在国内医疗量能 因应量能受到挑战的医疗及民政系统 民众党则成立防疫服务小组 我们会把所有的Q&A全部放在这里 比如说什么时候要用快筛 你快筛阳性要怎么办 PCR确诊要怎么办 再来就是居家照顾要注意哪些事情 在野党纷纷跳出来呼吁中央想出对策 而3号起到5号 指挥中心也开始招募基层诊所 提供PCR检测工作 指挥中心表示不少诊所积极响应 据目前统计 已有300多家耳鼻喉科表达投入医院 有时新闻阿世许佳荣 立法院新北板桥采访报导